再来就是刚刚的画面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再加上什么呢 因为我做完毕之后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还要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逻辑判断就是说跟上面是一样的 上面是怎么样呢 判断可是你会发现这也是一串 那如果这样一串在VBA里面该怎么做 其实比起来我觉得好像VBA甚至更简单一些些 上面这一串其实可阅读性也并不是很高 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让它 输出的时候做判断 第一个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输出是正常的状况是要输出 可是不正常是什么 不正常就是说它如果那两个条件 那两个条件是小于1或大于L3 对不对 所以那个判断的公式要怎么写 基本上就是EnterEnter 基本上我们一般写完是写完输出 然后再来加乘式 那写乘式的话就一幅什么 一幅什么东西呢 后面就是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条件就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移到这边来 控白把空白贴上 如果它小于1 或者是什么呢 小来或者是再把它贴上去 其实有点像刚那个函数一样也是贴上吗 不过呢其实这一串哦太冗长了 所以等下会教会把它缩短 你會發現已經到這邊了 空一格 then 特別注意就是有if的話 中間是邏輯 邏輯你可以是偶爾或end都可以 後面一定要有 then 再來是什麼呢 enter else 反之 enter enter end if 這個架構我想我的習慣是先打上去 如果這兩個這個條件 小1或者是大於L3 這條件輸出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sales 就是那個儲存格裡面要輸出什麼 沒有東西 對 反之的話呢就是把剛剛這一行放進去就好 按個tape 這樣就好了 程式寫完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架構呢 if 這個條件 or 那這個條件 then 好那如果這兩個其中一條